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要和大家介紹的鞋子就是這雙Jar One 其實Jar One 在我衣面 在美國也不知為何買得超級快 受歡迎度的程度簡直是有點難以想像的 儘管現在就和大家看看樣貌 首先正如我之前也和大家說 我覺得Jar One 的樣貌 的確就比較平平無奇了一點 就是一雙好像板仔鞋的設定 物料上也沒有什麼突出的表現 設計上的語言亦說沒什麼很吸引的地方 但是它的銷售的確是出奇地強勁的 我覺得有幾樣東西在我試完之後 的確是發覺是挺有趣的 那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鞋子設計方面 它的Logo 加上它這個海藍色的鞋子 其實我覺得它的樣貌是挺特別的 而且它旁邊這裏兩邊都有12個字 這個鞋子的設計 我覺得的確在它這一排Nike 的鞋子來講 它的樣貌是不錯的 至於這隻鞋子方面的外觀 其實它整雙鞋正如我剛才都說 是沒有什麼特別的設計語言的 除了這個Tick的部分 是連著了裡面和外面貫穿了之外 其實整雙鞋的設計語言是真的非常非常之小的 穿下去的時候 腳形的板形 你會發覺前掌是很肥仔的 雖然它裡面的空間 不是真的像它的外觀那樣肥仔 但是你會在上面自己穿的時候 看上去這個鞋子是極之闊的 大家就會以為 這個一定是設計給一個闊腳的人士 它穿下去的時候的空間 其實又不是真的那麼多 我現在這隻在手上是US9號本 我穿開US9號本 有些朋友就說 其實可能要大半號、大1號 即是肥掌是大半號、大1號的 我自己這一對來講 其實它的尺寸的配置 配合得不錯 即是我肯定是無問題 亦都沒有迫的情況 即是你會不會穿低半號 會覺得很辛苦呢 可能都會的 這一對 9號本來說我絕對穿得舒服的 它這個尺寸有點像那一隻 就像Kairi系列 Kairi 其實我穿US9號本 感覺上都是比其他US9號本短一點的 那這一隻就會整個感覺 在裡面的時候就會有一點像那種感覺 所以Sizing 方面 如果你是一個獸獎的話 就可能True to size 如果是肥掌 真的一定要Up up half size才穩陣 至於鞋面的部分 鞋繩其實它的動態鞋繩範圍只有兩個洞 叫做比較平實一點的設計 所以大家會在想 究竟它的lock down 行不行呢 其實這雙鞋的鞋面 本身只要是用網報 一架皮 包裹著整個鞋的前掌部分 其實整個支撐和支撐是否真的那麼差呢 我覺得這一點出奇地奇怪的地方是什麼呢 其實這雙鞋整雙鞋包裹前面的支撐力 是一點都不低的 這個是一個比較驚喜的地方來的 我以為鞋鞋的後面是比較開得低的情況下 穿上去打球會覺得是空隆隆 但是這一點穿上去打球有一些都不覺得的 即是後鞋的部分低開的部分 又沒有令我覺得其實打起來是有些危險性的地方 即是鞋自己打得那麼危險 它穿都還沒死 所以你穿正常不會說打到它穿一個回合 所以這一點多值得迷思的地方來的 在支撐力來說一點都不弱的 而且它因為它全部用了很多磨面的部分 所以透氣程度亦都相對比較高一點 在打了幾場之後我覺得這雙鞋是一點都不太熱的 所以這一點也是做得不錯的 至於其實我覺得最驚喜的地方是什麼呢 是它的中底部分 中底眾所周知Jar 這一隻是沒有什麼設定的 它的Cusion 只是前面有一個小麻雀 小麻雀的Zoom 後鞋也是沒有的 但穿上去的時候 我反而覺得它的Cusion 一點都不太差 它相對於Kairi 來說 我覺得它的Cusion 是比較彈一些的 Kairi 反而我覺得是快到底一點的 即是它的行程雖然看起來是差那麼多 但感覺上這一對彈的程度是高一點的 整個感覺 所以它的中底部分雖然不是用了什麼特別的東西 也不是說有什麼大Zoom 加持的情況下 但它的中底整個彈性過度來說是出奇地舒服的 可能在我自己覺得打法來說 作為一個叫做後衛樓的打法來說 它這個中底的設定在場地的感受 還有那個叫做緩震來說 是做出一個挺好的平衡 有沒有反而 其實有時候中底的東西就是你不要弄太多 即是可能簡簡單單的設計 只要在物料上做好一點 其實出來的效果就可能反而更好 你可能做很多東西 如果你說相對我覺得是Jason Tatum Tatum 它的緩震不是差的 前掌的動力也是有的 但你會感覺到一些叫做不自然的 即是它的設定是Jason Tatum 的開孔中底 有一個Plate 加在前的Zoom 上 純粹它的彈力出來的效果 是沒有抓溫出來的感覺是那麼自然的 即是前掌的法力和後衛樓來講 抓溫出奇地是好和自然的 大家都打算在氣剪堆砌 即是物料堆砌的情況下居然 其實最簡單的就是可能出來的效果反而好 至於防側的部分 其實這雙鞋本身也不太容易翻軸 雖然它的Outrigger 不太闊 但是因為鞋面的部分 鞋頭是很闊的 前掌的部分 這個中間收到橋位收腰 但是前掌的部分是很闊的情況下 叫做會反車的機會率 亦是一點都不高的 所以這一點這雙鞋會反車 就不是真的那麼容易 所以這個比較安心 我覺得最挑選鞋型的地方是甚麼呢 它這位的足弓位的橋位收得很窄 所以揀腳形可能會落在這個位置 因為本來你的掌本身肥 這個位置也肥 但是你會見到鳴丁丁的一段是很窄的 這個就真是欺負人的 至於說到中底 這次軟壇的中底物料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可能是內用性方面 因為我打了可能三四場 就因為買了馬上去球場 即使即介紹 一穿到三四場之後 其實那些裂痕都OK多了 所以中底部份 希望不要太快 即是叫做膠太快 這個怎樣呢 就可能真的有大考驗 至於外底部份 它這隻不是用Translucon Rubber 這樣就非常非常好 這隻物料的膠料 這個軟件 TRAXONS 我好像印象中 都很久沒有試過有這麼強軟的鞋子 它的紋路來說 雖然是根據它自己的圖案 有少許像Harramboon Pattern 但它這隻膠料 加上這隻紋路 即是叫做不深不淺的情況下 它的TRAXONS 在室內場地裏 這個軟壇真的非常之強 一來Smooth 二來強 它的膠料那個 亦都不會是非常之黏塵 因為我打完很久 打完幾場之後 回來一抹一下 你看鏡頭裏面 都叫做非常非常乾淨 所以在不黏塵 而有這麼強軟的情況下 它的TRAXONS 是叫做好得少見 這種膠料在街場 亦都應該是非常非常之強的 所以這一代的Jarram TRAXONS 的確是激節讚賞 這雙鞋就沒有什麼設計可言 所以重量上 亦都可能只有維持在300多g 左右 一對非常輕盈的球鞋 所以穿上它的感覺 非常之輕盈 在走動方面 亦都沒有特別大的負擔 所以穿它打球 其實我會覺得是一個頗舒適的感覺 它有點像AXS 的GEL HOPE 那種感覺 但是它是一種有軟壇緩震 而不像AXS 也沒有軟壇緩震的程度 那種設定 如果你問我以比較來說 它的確在這個很簡單的設計員的情況下 做出一個非常之高的體驗 我覺得它在一個沒有什麼情況下 做出這麼高的體驗 我的確覺得是非常神奇的 我原先其實都是 可能大家都知道 我對JAR-1 整個體驗 覺得又沒有什麼設計 又沒有什麼物料 好像很流行 但買到跟Jason Tater 同價 即是介紹Nike 玩什麼 但在試鞋之後 我又發覺不是 這隻鞋真的有料到 在突一波的情況下 其實是比我覺得穿Kai V 系列 是更加得心應手的 尤其是你後衛或小前鋒類型的朋友 我覺得這雙鞋 是一雙挺強的實戰神器 這雙鞋完全顛覆了 我之前可能覺得 這雙鞋這樣不太行 一定是找到襯 那種所有的觀念 這次一次都顛覆了 而這雙鞋亦都像 會成為我其中一雙常穿的Line-up 如果你覺得不是顏色太醜 物料太差 這雙鞋真的不錯 真的不是開玩笑 是真的不錯 我都叫做很久沒試過 我覺得這雙有多興起的球鞋 它都算是其中之一 這條影片可以幫大家解釋 為什麼Jar One這麼好賣 是否純粹假熱潮 還是怎樣 其實它好像性能是真的得到 所以它也有它的值得買的地方 而單純在我自己覺得 如果大家要比較GT-Cut GT-Cut 2 還是選擇它去打球 在實際情況來說 我反而覺得它打球 可能在大部分情況下 都會令你有更加好的表現 它要求配搭的條件 不需要那麼多 它是一隊 大家值得去留意一下 一隊球鞋的 Anyway 今天到這裡 如果有什麼問題 下面留言 訂閱和訂閱和分享我的頻道 這樣就去三三八次數吧 Bye Bye